今天早上刚刚送完泡泡去上学 老师呢就吹着我要交泡泡这个月的学费了 因为明天呢就是6号了 泡泡呢展演期间已经上第三个月的学了 今天早上我交了3830块钱 刚开始我送泡泡去上学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想着去 第一个月会是两个月就算了 后面呢我又想着去 我就上幼儿园了 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已经不可以拒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泡泡这段时间越来越有进步了 这个月啊就她说话 她已经开始说很多话了 放学的时候她嘴巴不停不停的在那里说 所以呢我感觉还是让她去上吧 哪怕呢我这个钱一下子周准不过来 我要去跟朋友周准一下 我都要让泡泡去上这个学 哪怕辛苦一点 只要看着她有进步 我都要让她去上学 因为我昨天去我外婆那里回来的时候 还有200多块钱的现金 再加上我还有100多块钱的微信钱 300多块钱应该可以度过这个月吧 因为我才要到20几号才只有房租嘛 剩下呢就是生活费而已 加上我每个星期可以提现几百块钱的拍视频的这些 所以呢我觉得反正有这个钱能维持 我都要让泡泡去上学 送完泡泡去上学呢我还拿了一个包裹回来 来看一下这个呢我一看见这个箱子 我就知道这个包裹呢是从美国那边寄过来的 现在我来打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她跟我说的时候呢她寄了四个快递箱给我 为什么现在变成五个呢 我不知道耶 因为上次的那些啊 面膜啊爽肤水啊那些我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现在又收到一个 因为她那里的快递呢是写着英文的 所以呢跟我们这边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一看这个快递的话我就知道是美国那边发过来的 哎呀过几天呢我要给她寄成皮 等那些货物全部齐全了 不过呢又呃五十公斤才可以寄一次 呃这里还不够啊我看一下 哎呀这个是面膜来的 为什么还有面膜呢 上次我不是收齐了吗 来看一下这个呢五盒小猪面膜 已经收到了 她上次跟我说呃可能呃在海关那里清关的时候 呃它的重量已经超标了所以呢就只能分开来装 她说一个箱子呢就是只能装十 十盒这样的护肤品不管你是什么 呃也不可以操纵可能呃这个面膜操纵了 所以呢他就分开两个盒子来装哦 嗯早上我给泡泡送完上学 我就去朋友那里把橙皮拿回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上次呢我去金会那里拿了三十斤的橙皮 然后呢呃我寄了十斤给广州的那个阿姨 她收到了她说非常满意 还非常感谢我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这些呢是呃这一袋紫金来看一下 这个呢已经晒得很干了很脆了哦 呃我吩咐我朋友呃帮我这一袋要晒两个多小时 因为呢我这个呢要发扩到美国的 呃我家里面没有阳台哦 如果拿到楼顶去晒的话 可能被人家偷啊我都还没有上去搜呢 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不可能 站在那里守着在那里晒哦 呃所以呢这一袋的话 呃要发发到深圳的那些海外窗 然后呢再从那边发扩出去的 嗯时间比较长哦 呃走那种扩 呃走那种全运的不是飞机的那种哦 所以呢呃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到美国 所以啊我要让他特别吩咐他帮我晒干一下哦 来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些很脆啊有没有听到声音 打开来闻着就很香哦 只要你晒干了把它密封起来 然后放个两三天你再打开闻一下真的是特别香 这一袋呢是特别干的 但是呢在国内的这些啊不可以晒的那么干 为什么呢我要发货出去 这些呢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给他发的 因为现在还不够五十斤 我要凑够其他的那些总共呢凑够五十斤我才给他发货 这些呢是红皮来的来看一下 平时呢我在国内的那些寄给朋友 我让他就在他一定要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要晒一下 这一袋呢是精品来的 呃他说这个呢是已经是 呃后面差不多到全部的果都已经掉完了 他才去摘的这几个特别红